我最近正在準備要結婚 沒有錯 那我跟我的老未婚服務 到現在還沒有登記 就是因為我們正在討論婚前協議 然後呢 這個男的非常的沒有水準 我真的很生氣 因為他卡在一條 我們的離婚前協議有一條 就是說如果對方外遇要賠錢 他居然問我說 為什麼外遇要賠這麼多錢 今天就站在這裡告訴你 為什麼你要賠這個錢 我一個收錢的人 我為什麼值得拿 這邊先回一下剛剛莫仔楊 我覺得他非常的過分 他剛剛說 失敗的婚姻雙方都有責任 但是我們的題目是說 我基於愧疚 所以給錢 這個愧疚代表你做錯事情 你怎麼會反過來檢討受害者 這就是不對的行為 再來他說 拿錢等於說 他的經濟方面是弱勢 這不一定喔 基本上如果你今天外遇投持 就算對方很有錢 你就是有理由要賠錢 你以大S跟王小菲來說 大S也很有錢啊 為什麼他可以拿這個錢 因為他是受到傷害的那一方 所以你不能夠覺得說 我今天拿錢 我就一定是缺錢 沒有 是因為你做錯的事情 再來你說拿了錢 朋友給你錢 就是不把你當朋友 哈囉 怎麼會呢 天底下沒有人會跟錢過不去的 好不好 我跟你講 錢 是乾淨的 複雜的永遠是人 就像今天一把刀子 刀子沒有錯 你拿刀砍人 你就有錯 但是刀子拿來切菜 它就是好的 所以不要把錢 跟複雜的人混為一談 再來我要再講我自己的事情好了 因為我最近正在準備要結婚 沒有錯 那我跟我的老未婚服務道 現在還沒有登記 就是因為我們正在討論 婚前協議 然後呢 這個男的非常的沒有水準 我真的很生氣 因為他卡在一條 我們的離婚前協議有一條 就是說 如果對方外遇要賠錢 他居然問我說 為什麼外遇要賠這麼多錢 哈囉 你外遇 而且是雙方外遇都要賠錢 他居然跟我討價還價 所以我非常的生氣 我今天就正在這裡告訴你 為什麼你要賠這個錢 我一個收錢的人 我為什麼值得拿 剛好我前陣子 我 是不是 剛好我前陣子看了一部韓劇 叫做《產後調理院》 它裡面就在講說 有一個事業 心非常強的女強人 她懷孕之後持續地工作 她工作到 她跟客戶談聲音到一半 癢水破了 被送去醫院 她都沒有休息 然後呢 她就生完孩子以後 就去月子中心了 那她在月子中心 她就是很擔心 她想說 我是公司的高層 如果我不在 公司的員工會不會群龍無首 不知道怎麼做主 怎麼辦呢 所以她在坐了月子 兩個禮拜之後 她就決定說 我要回到公司上班 結果她一回去 她發現什麼事情 非常可怕 她沒有辦法融入她的同事 她已經不知道 他們在聊什麼了 她才離開兩個禮拜 她就覺得 我跟社會脫節了 所以今天 你給她這個贍養費 並不一定代表說 她經濟弱勢 而是 你要想現在社會上 有這麼多女生 大部分的女生 大部分一個家庭 會犧牲工作 都是女生 她為了你 她回家當黃戀婆 然後接下來 她跟你離婚 她想要重回社會 你們知道 跟社會接軌 是多困難的一件事情嗎 非常的困難 所以你今天賠她這個錢 並不只是因為你虧疚 而是你還要幫助她 重新跟這個社會連結上去 所做的一個補償 那跟社會連結要花多少時間 我們不知道 再來 在一段感情裡面 我必須要跟你們說 感情是怎麼樣 婚姻是怎麼樣 你要嘛給我愛 你要嘛給我錢 你愛跟錢都沒有 你結婚啦你 謝謝大家 謝謝